做广告人得专家做广告 是 你了解广告 我对广告太熟悉了 是吗 我就是广告专家 行 那我考考你 那谁辈考 你说现在大伙最常见的 都有什么类型的广告 有这么两类 哪两类啊 一个是网络广告 一个是口头广告 现在说这个网络广告 网络广告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利用网络媒体所播出的广告 这我知道了 大伙现在每天都上网 是 有时候打开那个网页 时不时啊 就跳出了一些广告 让你看 不是时不时 是时时刻刻 网络广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广告比节目多 是这样吗 一段节目里头 它随时随地能给你插播广告 您说这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人家不管网络平台也好 哪个网站也好 播送的节目都是相当完整的呀 还随时随地插播广告 哪有这事啊 瞧你这个意思 你是不老相信的 我不信赵高 没关系 在这个地方给大伙表演一下 这还能表演 当着你们现场 四万多观众 好嘞 咱们俩人家在这个地方 你先等会儿 你怎么看出来今天有四万观众的 我散光 这个回答有没有很巧妙 谁问你了 我看有打理我的 你说来这么多观众朋友 你当大伙要干嘛 表演表演呐 表演一回 好比说现在一个网络平台里头 正在播演你的评书 我正说评书呢 我呢负责给里头插播广告 好啊 让大伙瞧瞧 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插播进来 我倒瞧瞧你怎么插播 表演表演 咱们试试 你先 话说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逐鹿中原 这就是三国时代 要说这个三国 要玩就玩三国诈 其他游戏都是诈 要说这三国里头最著名的 就是曹操和刘备 话说这一天曹操要宴请刘备 两个人要青梅煮酒 青梅酒啊 最洗脑可以喝的充电宝 他们俩人对作呢 要谈论谈论天下的英雄 英雄等级总是掉皮肤装备 来一套 他们二人呢 二人世界要天秘请到度假山庄去 他们二人呢 二人世界怎么过度假山庄 农家落 二人世界不做菜农家外卖 特别快 你有完没完了你 怎么还急了怎么还 就是你这么没完没了插播 我怎么往下说呀 这就是网络广告 我最讨厌这种广告 我也不喜欢呢 那你刚才说还有一种口头广告 口头广告 就是用这个肉嗓子要喝 常见于做小本声音的 就是走街串巷的叫卖的声音 做这个小满满啊 要喝起来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语言精练简短 给你举个例子 您说说 就拿这个夏天卖冰棍的来讲 卖冰棍的 一般都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呢 我给大伙写一下 梁田冰棍 五毛一根 就这词 仅仅是八个大字 既介绍了冰棍的特点 梁和甜 又介绍了冰棍的价格 五毛一根 你看我这么一说 你们就明白了 掏出五毛钱 买上一根冰棍 往贼里边一放 梁田可口多舒服呀 简单明了 对对对 不能详细的介绍 你想啊 卖东西要是详细的 给人介绍介绍 那顾客不是更喜欢吗 详细的介绍 起到了话舌添足的作用 人家本来想买你的东西 你这么详细的一介绍 人家反而不买了 您说的我不信 详细的介绍 我觉得比那简单明了的更好 这儿吧 再给大伙演一演 还能表演 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呢 好比说我是个卖冰棍的 你上个这个地方买冰棍 我给你详细的介绍 热情有礼貌 好那多好啊 你准受不了 不可能 详细的介绍介绍冰棍 多好啊您说 先生 想吃冰棍吗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个冰棍 是我们西安冰棍厂生产的 北京天津西安叫冰棍 到了上海叫棒冰 南京叫冰棒 山东叫冰高 广东一带叫雪条 东北辽级黑三省叫冰国 一般来说统称叫 什么冰棍 这不废话吗 有人怕吃了冰棍闹肚子 这个请您放心 我们这个冰棍的用水 它是经过加工地 经过处理地 经过消毒地 经过高压地 经过有关部门审核地 经过各家领导批准地 我们这个冰棍的用水 它不是雨水 不是雪水 不是自来水 不是蒸馏水 它是天然的矿泉水 用糖是细棉糖 细棉糖出产于我国 保岛台湾 台湾是我们祖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哇 好